今天测试,第二次,我们蛮失败的 然后今天我们做一个整体的调整 让他们自己也做自己的规划 要更顺畅 鱼师傅,你是不是要准备这个虾油泡沫 再拔一片油泡沫 不过脆 这不过脆 等下放一下就肯定暖了 这不过脆 对,再一下,最后高温要再拉一下 经过昨天的挑战之后呢 今天的备料的确做得比较完整 看起来也比较有模有样 但是呢,以音乐的水准来说 还差一大几 运作有顺利一点,但是你看 这些东西 都还是最后的final touch 不够好 其实我觉得他合作他的概念做很好 最后一个快乐手感 直行的,会擦了一点 这个自己发挥一下那个感觉 这个不对啊 这个这样子两个这么丑的东西 要么把它切薄一点 要么把它 这边里面那个网块遮 这个 味道不够 我觉得配菜都没有跟他煮成 这一种旁边的配菜就不要炸起来 放炒球 全都油掉了 其实这个还是没有到很好 你知道吗 所以我希望 大家对这四处东西炸 掌握就是 要很高 炸东西是最简单的 也不是最简单的 是最基本的 在厨房里面炸东西 炸东西那不好吃 还炸成这样 对不对 阿卡你来教菜吧 好 教他教 然后两边都那个分工 冷的跟热的 刚刚冷的跟热的已经有分开来 但是 有分工 没有顺畅 那等一下用教菜的方式 大家同筋协力出哪一道菜 可能一次 再粘 切备